马国森那个牌子 马国森很多人都知道 老导游是百分百知道的 新导游有所耳闻 但是不知道这玩意是怎么回事 马国森都说他是华人第一品牌 其实他是个ABC 啥是ABC 就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 他都在美国当过兵了 所以实际上他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只是说他是华裔而已 他自己内心肯定是不承认这个中国文化的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大家可以去他的网站看一下他的介绍 我会把这个图片贴上来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作品呢 咱们抛开这个人不谈 他的作品是很细腻很细致的 这和他的制造刀的理念是相同的 他就是希望通过量产的工艺 把这个手工刀的标准化给复制出来 就是说他的做工要有手工的标准 但同时是量产的工艺 意味着更低的价格 能够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玩得起 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在哥博上过班 哥博其实是一个老牌子 虽然现在被欧洲的菲斯卡收购之后 现在的产品比较垃圾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 就是哥博的早期的一些作品 包括现在的一些美国生产的作品 还真的是不错 大家在选择哥博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中国产的 不是说咱中国的产的不好 而是他给中国工厂那点钱 中国工厂很难帮他办事 他把利润全部都吃到自己兜里的 那他十块钱的预算生产出来的都 他卖十几美金二十美金 那都很垃圾了 你想想十几块钱 那能生产出来什么样的东西呢 老外在国内压价压的很很很很的 所以现在说这个国内的限电停工 我觉得也是这方面的考虑 就不要生产一些低端的东西 生产就生产高端的 造一堆工业垃圾 没什么意思 继续咱们聊这把刀 这把刀它叫蜂蜜系列 它是一个户外的全能的折叠刀 它有三个尺寸 三个尺寸大中小号 这是最大号的 这把刀它的亮点就是做工 在在在日本做的 做的还是不错的 断面的拉丝 相当漂亮 很规整 传统的口袋刀的样式 铜的垫片 这个铜的内衬 非常非常的漂亮 细节无可挑剔 染色的绿角饼 这个天然材料选的真的太棒了 抛的很细很细 刀片的打磨也是无可挑剔的 AL是它的名字 AL马 你看它这个马都写的英文的那颗马 然后它的logo红色的 中国红的logo 马国森 这就是它的中国名字 我翻遍了全网 没有翻出来它的照片 然后呢 根据它官网的一些说法 马国森可能是去世了吧 有可能是去世了 但是它官网并没有任何标注 我也没有查到别的信息 兄弟们如果说 谁有马国森的照片 可以发一张 然后关于它现在 那个它是否还在世的消息 也可以发一下 我听它那个描述 感觉是过世了 整体来说 这个作品真的是无可挑剔 太细 真的是太细致了 这个东西 我可以帮你